你好 歡迎收看小世界 我是黃慧玲 二零一五年六月開始 國家音樂廳展開三個月的整修 在修館期間 兩廳院規劃了城市角落音樂會 要讓古典音樂走進生活 Punch打擊樂團跟絕諾人生樂團 將會在四四南村演出 他們要運用創意 讓古典樂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其中Punch樂團還會用生活中 常見的藍白拖鞋跟走水桶 演奏出令人驚喜的節奏 而樂心支持管弦樂團 將會在中山配銷處 安排很多耳熟能詳的古典樂曲 搭配女高音的演唱 這個夏天音樂走出兩廳院 走進生活裡 愛你為你不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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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葉啊 花朵落下來 其實有種時序更迭的感覺 然後想到故人 想到手染的藍布 都是這些印象 這些情境 可是沒有講思念什麼人 沒有講發生了什麼事 都是情境 所以它一方面好像有點隱晦 可是二方面透過音樂 它帶出來給人的感覺 就那麼巨像 那麼動靈 林鎮北路的調風須 然後竟然有一塊機靈地 然後是綠色的 就是滿滿的綠 就是生機盎然的綠色 然後中央配銷所本身 又是一個有某種 某種時間的滄桑的感覺的建築物 它是在一個大城市當中的 一個時空膠囊 它的時間感跟台北市的 其他地方的一個tempo是不一樣的 它是稍微比較緩慢的 它空氣中好像存留了一些 一些故事的片段 水管是結合古典音樂 所以我們剛剛結合了Liber Tango 就是自由探歌 它是阿根廷作曲家 Piezzolla做的一首非常好聽的曲子 那就是希望從非常 大家熟悉的古典樂曲 然後加入我們生活的元素 像水管它的聲音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沒有聽過 所以來這次音樂會的人 應該都可以感覺到 自己家裡都有很多的樂器 可以試試看 那大家來野餐一定都不會穿西裝嘛 一定都是穿著假腳脫 或者是很輕便的服裝就來了 那我們就想說 那就把假腳脫拿來打打看 發現它的那個膠板 打在水管上面的聲音 也是很適合 有一種很低沉 但是很共鳴的感覺 所以這個藍白托剛好也會用在我們的表演裡面 平常就是逛來逛去看到 大吉小湯都有一個很共同的就是 噴筒 這個是大家都會用到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何把這個噴筒 結合打擊樂來做一個演出 對 那除了我們節奏之外 這首曲子的特色是 當然它是 藍桶是一個亮點嘛 對 那我們的節奏也採用了比較是 日本東方太古的節奏元素 但是也結合了一點西方的打擊樂的技法在裡面 然後再搭配上爵士鼓的演出 讓這個整個演出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感覺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先尊重原創貝多芬的鋼琴曲 它的設計音符都是一模一樣的 後來呢曲風一轉就變成了來自拉丁美洲的巴薩諾巴的曲風 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又跑到了現代的東區的夜店 有一點夜店風的感覺 所以把古典音樂跟拉丁美洲爵士還有夜店風做結合 我希望他們就是不要放空 然後就是輕鬆 然後來享受音樂就可以了 對